如果说上礼拜来讲话 你有听我的话 太弱留强 把弱的股票 破线的股票出场 然后把资金转到天悦店 绩效差很多 不只你原本赔的 没有继续赔 没有多赔 然后呢 把资金转过来天悦店 你可以赚五根涨停板 你可以赚五根涨停板 五根涨停多少 至少也赚40% 至少也赚40% 那你没有多赔 又赚40% 你是不是逆转胜了 你是不是逆转胜了 了解我意思吗 所以你做好这个太弱留强 非常非常重要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 简单操盘简单获利 我是龙哥 今天台股大涨 对不对 大涨 当然了 前几天在崩盘的时候 或者说上礼拜 在崩盘急跌的时候 那时候我就很明确告诉大家 尤其是礼拜五 礼拜一 特别告诉大家 短线超跌 对不对 短线这样急跌下来 那时候我就跟大家讲了 急涨均线乖率过大 叫短线过热 急跌 负乖利率过大 叫短线超跌 短线超跌来讲的话 通常他会去修正乖利 他会收链 那时候我就告诉大家 收链方法是什么 就是会往上走 那今天的大涨 我知道很多投资朋友 当然很高兴 涨停加速很多 之前跌很深的 你说广达 这个AI的一个组装龙头 也涨停 也逼近涨停 有碰涨停 或者你说散热 其中双红 对不对 这都有一定程度的攻击 但是这边 我要再提醒投资朋友 先前跌的时候 我请大家不要害怕 有机会反弹 你只要做好一个太弱流强 调整持股 我相信后面还是会逆转胜 那现在我要再提醒大家 留意上方的月线反压 今天目前来讲的话上涨了到20104 最高20118 基本上已经过了十日线 接下来关卡就是月线 那月线或多或少都有压力 我不敢讲说他一定不会马上站上去 但是通常来说在月线附近会震荡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今天几涨当然是好事啊 不过这时候你一定要留意自己持股 如果你手上股票很多的话 你要做好持股的调整 如果说这一波台股跌了将近1600点 但是你的手中的持股 你手中的持股 它已经跌破季线了 叫相对弱势 相对弱势的个股在反弹的过程当中 要调节 好不好 要调节 那至于说强势股呢 强势股是股价连月线都没有跌破的 这叫强势股 强势股可以虚报 了解我意思吗 你这时候一定要做好这个持股的调整 因为后面就算台股震荡 强势股基本上还是会攻击 但是弱势股呢 就会跟着震荡回撤 了解我意思吗 所以你这时候来讲话 一样我提醒投资朋友 一定要做好调整持股的动作 太肉留强 这样你后面获利的几率 跟空间才会更大 好不好 例如说 你看525夜天月店 从我们4月11号开始布局以来 今天迎接第五根涨停 第五根 前面连续三天涨停嘛 今天又涨停嘛 昨天也涨停又连续两天涨停 所以迎接了第五根涨停 如果说上礼拜来讲话 你有听我的话 太肉留强 把弱的股票 破线的股票出场 然后把资金转到天月店 绩效差很多 不只你原本赔的没有继续赔 没有多赔 然后把资金转过来天月店 你可以赚五根涨停板 你可以赚五根涨停板 五根涨停多少 至少也赚40% 至少也赚40% 那你没有多赔又赚40% 你是不是逆转胜了 你是不是逆转胜了 了解我意思吗 所以你做好这个太肉留强非常非常重要 好不好 好 我首先还是来看价钱指数的状况啦 那价钱指数来讲的话 现在最高2018 目前是20101上涨了504点 504点 这当然是个强坛嘛 没有任何问题嘛 那这个强坛的过程当中 其实这早就可以预期的 我说了 急跌就会伴随着强坛 因为短间超跌会伴随着强坛 但是投资本人接下来留意 你看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K棒 你看 接下来我说会急谈 我说了 4月22号那一天 大家也记得吗 我在节目上怎么讲 前天 前天我在节目上怎么讲 我说了 虽然那一天收了一个黑K棒 常商已经很丑 但是 他已经透露出止跌的讯号 那一天叫初步止跌 那我说了嘛 关键价位在哪里 那一天的高点嘛 19695点 今天开盘过啊 今天开盘开在哪里 19770 那是不是站上去了 站上去你看 多方一发不可收拾 一路的往上攻击 这就是操作的细节 盘施在大跌的时候 你更要冷静的去判断 他透露出来什么东西 那我很明确告诉大家嘛 我认为短线超跌 我认为前天那天 我认为他是初步止跌 那就等他何时去站上关键的价位 去做个转墙 今天就是做到了 今天就是转墙 今天就是真是止跌 但是他一次涨太多 一次涨太多啦 一次涨太多啦 因为 你看他一口气来到了这个 十字线反压大概就2010年 然后月线大概是20238 所以如果说明天他再又开高上去 碰到月线呢 要嘛他就厉害一点直接过 直接过当然 我觉得直接过可能月线会跟着翻样 就好事 但是如果没有直接过月线的话 你就要小心他会震荡 好不好 这边先提醒投资朋友 这边先提醒投资朋友 但是你也不要太过害怕 震荡 如果震荡是量缩的话 震荡是量缩的话 你就不用太过害怕 但是如果说 他的震荡是一根又杀回又带量 那你就要小心 他会再回撤前四低点 好不好 这边我先跟大家讲 先跟大家讲 那之后看盘子状况 我再跟大家做个解析 再跟大家做个分析 重点还是于选股啦 你看我从三月底就告诉大家 决战四月 你不要去买三高股 你不要去买高涨幅 高本益比 高均线乖率的 你避开的三高股 我相信啊 台股这一波的下跌 你受伤也不会太大 但是如果你是买那种三高股 这一波下跌 你跌幅很深 尤其是电子股 跌幅很深 但是如果你避开了三高的电子股 基本上就算你受伤 受伤也不会太大 而且说不定 今天就全部回来了 但是如果你是跟着我 你是跟着我 布局 股价低位皆 有题材 转强的 不只没有受伤 还大赚钱 还大赚钱 这就是股价低位皆的一个优势 那我三月底就告诉大家了 决战四月就是要布局这种低位皆的 那时间验证一切嘛 你看台股是不是大跌了 跌了将近1600点 但是我的持股呢 还是一路创高啊 还是一路创高啊 这就是股价低位皆的优势 这个就是去掌握资金的轮动 你要去掌握这资金轮动 操作的节奏 在这一波台股跌了1600点过程当中 你就不会受伤 甚至你跟着我操作的 还大赚钱大获利 大赚钱大获利 对不对 你看天悦店 迎接第五根涨停 第五根涨停 然后今天隐藏版机器人 也涨停 也涨停 台股跌1600点 完全没有受伤 还大赚钱 还大赚钱 这就是资金轮动 这就是资金轮动 你看天悦店 当然我也卖一半嘛 跌下来我是不是告诉大家 没有买的可以买啦 跌到五日线啦 可以买啦 那你再跌到五日线 进去买 我告诉你 你就赚两根涨停 你就赚两根涨停了 对不对 所以你有来拿这个大礼包的朋友 我相信 大获利嘛 大获利嘛 盘氏正大的时候 我知道你们投资朋友会害怕 会害怕是正常的啦 人性嘛 人性会害怕 亏损大跌会害怕 但是 我就在那时候 特别特别送给大家这大礼包 就是希望帮助你赚钱 帮助你逆转胜 如果你有零 我相信 你现在是赚钱的 不管你是买哪一档 都是赚钱的 对不对 没错吧 没错吧 所以如果说你想要领取我们这大礼包的 赶快来 好不好 赶快来 你越晚零 赚越少 赚越少 因为都喷了嘛 都喷上去啦 你越早你赚越多嘛 好不好 有兴趣朋友赶快来 领取我们这大礼包 在我这个LINE群组里面 小老鼠LUNG88988 在我这个LINE群组里面 你只要留言 龙根好棒棒 这个大礼包就送给你 好不好 那这句话 你看决战四月现在就开始 三月底告诉大家 三月底 布局低档转强 低本益比的主力股 优质股 简单大获利 台股跌1600点 你不会受伤 还会大赚钱 还会大赚钱 时间验证一切 全部提早预告 现在全部验证 没错吧 你看天眼商机 我们在四月十五号 其实这一档个股 我们在四月十一号就开始了 然后呢 这边我就又四月十号 又告诉大家 他又突破了这个区间 起涨 起涨 你看 后面我也公开啊 AI新商机 他就是AI监控嘛 2374的佳能 他切入了AI的应用平台 镜头应用平台 股价大涨七成 四月份就大涨了七成 前面都不算哦 四月份就大涨了七成 那天月电呢 也是啊 而且他应用更多啊 他AI监控应用更多啊 他三月份营收年增2.6倍 三月份营收年增2.6倍 你看这里我就告诉大家了 股价二十六块 我们就开始跟大家讲 二十六块哦 那我们也是买了26 那你看 三月营收年增2.6倍 全年预计营收获率都倍增 股价整理后创高 我是不是都这样讲 上涨空间高达50% 没有后来吧 现在我们已经赚41% 我们已经赚了41%了 没有后来你吧 没有后来你吧 而且我都公开了嘛 天眼商机啊 5251天月电 对不对 你看连续三根涨停 再整理了一天嘛 整理天我们这三六先卖一趟 对不对 下来我说的嘛 他还打到跌停哦 打到跌停让你进场让你买哦 然后咧 昨天涨停 昨天涨停天月电 股价在工涨停 继续赚下去 我不后来嘛 我抱着就是抱着嘛 继续赚下去 今天 再攻涨停 今天4月24号 迎接第五根涨停 股来到37.5 创下新高 持股赚41%了 对不对 你看我这给投资朋友 我的会员朋友讯息啊 5251天月电 股价再攻涨停 来到37.5 创下新高 持股已经获利41% 继续 恭喜大家继续赚钱 把资金配置好 要布局新的主力股 今天我要送给大家 特别特别的一个优惠 接下来明天 我要布局天月电第二 你看天月电已经达到我们的获利目标了 我说50%嘛 他已经赚了41%了 41%了 今天我送给大家一个大的优惠 即将明天要开始布局天月电第二 要布局天月电第二 如果你想一起参与的 或者说你资金比较大的朋友 你资金比较大的朋友 你赶快来卡位 赶快来登记 好不好 你可以打电话 或者你在我LINE群租里面留言 我要天月电第二 我要天月电第二 先来登记 好不好 先来登记 我第一时间带你们进场卡位重压 我第一时间会带你们进场卡位重压 如果你有兴趣参与天月电第二的 或者你资金比较大的 资金比较大的 要布局的 赶快来登记 好不好 赶快来跟我助理登记 赶快来跟我助理登记 我明天会开始布局 明天会开始布局天月电第二 第一时间进场卡位重压 再赚50% 再赚50% 好不好 今天特别给大家的一个优惠 赶快来登记 天月电第二 赶快来登记天月电第二 再来隐藏机器人 这档个股当然我从4月10号开始 一路的跟大家推荐到现在 他还没过前高 我要讲 他还没过前高 那当然这档个股还没公开 你看黄仁勋 他昨天怎么讲 他说人型机器人 未来会跟车子一样 人手一台 人手一台 就像平驾车一样 人人一台 那人型机器人以后也是人人一台 这个商机无限 商机无限 你看 2359的所罗门 我怎么跟大家讲的 我是不是文章中也有跟大家讲 我说他支撑89不要跌破 当然这天有跌破 但是隔天就站回来了 昨天站回来89 那你看昨天涨停 今天又涨停 今天又涨停 他自从回答大会之后 涨了1.8倍 当然他视觉解决方案 这个商机的确是大无限 那我跟大家讲的隐藏机器人 也是做这个的 他也是做这个 市场上没人知道 大家都以为他是做 我不要跟大家讲好不好 我不要跟大家讲 因为正常其实很多人猜到了 但是他没有过高之前 我不会公开 这是我们会员朋友的权益 还没有过前高之前 都是布局的机会 但是快过了 再快过了好不好 隐藏机器人 你看 我来跟大家讲 今天 今天 涨停 涨停 隐藏机器人 股价涨停 继续拉开货力 你要把握最后上车机会 因为他股价只要过前高 我告诉你 他就是跟天悦店 索罗门一样这样喷 好不好 现在一定要把握布局机会 他洗得越久 后面喷得越猛 就这么简单 因为他抽码洗得很干净 今天我平盘再买 再加码 新会员再买 旧会员再加码 好不好 在开盘这附近 再买再加嘛 我说了嘛 他慢慢涨我最喜欢 要买多少有多少 成本又低 要买多少有多少 但是你看 我们买完之后 他喷到涨停了 目前也是涨停所住 股价从三十几元 三十几元 我一路跟大家推荐 现在是四字头 现在是四字头 但是他还是被严重低估 他今年营收获利都会倍增 预估都会倍增 第一季营收已经年增了88% 好不好 我都直接跟大家讲 他要比价百元索罗门 所以你看 他后面还有很大的上涨空间 很大的上涨空间 赶快来 好不好 把握最后上车机会 他如果过前高 股价就不是这样慢慢涨 只要过前高没压力 股价就不是这样慢慢涨了 他会用喷的 他会上涨速度会加快 OK 所以趁现在还没有过高之前 最后布局机会 赶快来上车 今天我们一样 再买再加买 平盘这边再买再加买 后面直接拉到涨停锁死 好不好 那其余的来讲话 一样 资金之前有卖的 我们还是继续买 这两个我等下来跟大家介绍 我先跟大家讲 很多人会问我说 你看今天广达是不是也起来 今天广达这种大牛掌群 当然了 广达代表的是组装的一个意义 所以广达的上来 他会当然会带动像伪创 像技嘉这个供给 或者说AI来讲话 还是资金最聚焦 我一直跟大家讲 AI就是市场的共识 就是市场共识 要买就是找AI去买就对了 找AI去买就对了 你看646的神盾 今天公道涨停 当然这拉回有点丑是真的 是真的有点丑 真的有点丑 但是没关系啊 他一根逆转 他明天如果再站上月线呢 而且说实在话 他月线他明天站上去 他月线会反扬 他会助长 所以这种西制才跌身的 你可以留意嘛 其实这一波来讲要回测 你说神盾有回很多嘛 也还好 也还好 好不好 所以这个各有可以留意 那AI里面我认为 商机最大就落在散热 COAX机壳 你看散热 棋红 空到涨停 双红 空到涨停 当然我认为 棋红双红本益比过高了 我个人是不会去操作 双红跟棋红 我有跟大家讲过嘛 我不会去操作这种高本益比的 但是我一直跟大家讲的一圈呢 你要不要留意 他股价从77.8A跟着台股回测到月线 今天占回所有均线 这叫什么 我昨天有跟大家讲 占上67.5 叫转强 占上67.5叫转强 转强之后当然他要公的前高 好不好 所以这两个我们一样续报 一样续报 第一本益比 今年预估算3到5块 用4块来算 就算现在涨上了 本益比也才17倍 双红 七红 本益比是30几倍 他才17倍 这需要担心吗 不需要嘛 抱着就好 好不好 那COWAS也一样 你看红硕今天涨停 3131红硕 那当然你说红硕 万论 红康 星云 都是好股票 都是好股票 没有任何问题 产品面都没有问题 缺点是 本益比过高 本益比过高嘛 昨天我上前线100%也有告诉大家 他们本益比都过高啊 有兴趣朋友可以去看 他们YT的一个录影 那6438的迅德呢 我们的COWAS标股呢 跟着台积电在法收去做回撤 但是那时候我就告诉大家 你看这一天我就告诉大家 4月19号这一天我就告诉大家了 我就告诉大家了 他COWAS机台完全不受影响 一样预计下半年放量出货 法轮当然预估他获利是6到10块钱 我个人是比较乐观的 我觉得会偏向10块 9到10块 那你看9到10块他股价像126 这本益比才十几倍 需要担心吗 需要担心吗 我个人是不担心啊 当然啦 如果说好 你这个有进场的朋友 你要防守就防守这一天的低点 118嘛 你就防守这天的低点就好啦 对不对 你有个依据在嘛 你停损设好嘛 停损设好嘛 没到就不要随便出场 你没有到你就不要随便出场 就这么简单 差不多就这么简单 但是我知道很多投资朋友 不知道该怎么操作 没关系 你如果吃果有问题 操作上有问题 到我的LINE群组来做个发问 好不好 我有空会回答你 我有空会回答你 那重点是 一样继续布局 低挡转强 低本益比的优质股 优质股 未来保障 缺电题材 第一季营收年增70%以上 其实它有智慧程式 智慧配电 智慧的绿能 产业前景非常非常好 好不好 我知道这样跟你讲 因为你看 第一季营收年增70%以上 全年预估是倍增 股价大出大底形态 有没有 大底形态之后 在这边回测颈线 测试颈线 当然你在这边买也可以 但是我认为它会测试颈线 测试完成之后的突破 这个股价随时会攻击 现在还在这边 今天昨天拉尾盘 昨天拉尾盘 今天又涨了平凡附近 目前是1%多 目前是涨1%多 我认为它会挑战这前高 它光挑战这前高就有20% 就20%的获利空间 好不好 赶快来跟上 赶快来布局 这个股价随时会攻击 随时会攻击 因为它的底部形态 已经打得完好无缺 已经完整的打好 颈线也测试过 这个股价随时会攻击 好不好 再来彩色人参 彩色人参今天涨幅比较多 它已经快过这个高点了 它今天涨了5-6% 今天涨了5-6% 好不好 彩色取代黑白 电子看板 上级大 股价刚完成这个 你看它也是一个大区间整理 重点是外资投信 刚买 外资投信是刚买几天而已 刚买几天而已 好不好 那股价它今天 所以它今天涨幅比较大 它股价随时会突破这个高点 它股价突破这个高点代表 也没有任何压力 也没有任何压力 所以上涨速度就会加快 短线上涨空间也高达30% 高达30% 好不好 投资朋友赶快来布局 我带大家买的股票或推荐大家股票 绝对都是那种好的股票 当然涨多的我个人不会追 我也不会带会员朋友去买那种涨多的 我一定是去找第一档转强的 股价整理过的第一档转强的 优质股低本义比的 有题材有营收有未来 这个后面资金就会聚焦 你看我在当初在跟大家讲天眼商机 签约店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天眼商机签约店的时候 没有市场上没有人知道 根本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 但是我很了解个股 我了解产业了解个股 我直接就告诉你天眼商 天眼商就AI监控 以后就是都靠AI在监控 在控制所有东西 所有的应用 所有你说车子 家里什么都是可以用AI监控 或者你说工厂的生产线 全部都用AI监控 他直接AI监控 他会判断有什么危险 以后你说家里的管理员 也用AI监控 他直接可以判断人脸辨识 或者说直接判断有没有什么危险 他直接都会发出警报 那为发出警报就要什么 就是要监控要感测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所以当初我在讲天眼店的时候 没人知道嘛 但是你看现在他上来 第五根掌庭的有没有人在讲 一堆人在讲 但是你如果是跟着我 你如果是跟着我 第一时间进场卡位 进场布局 进场重压 你可以买2526元 你买2526元 不是买现在三十几块 37.5的天月店 你是跟着我买 2526块的天月店 那现在变37.5 我们已经赚40%以上 已经赚40%以上 对不对 第一档布局 第一时间进场卡位 非常重要 我说实在话 你看你跟着我进场布局的 就算他怎么洗盘 你也不会被洗掉嘛 你也不会被洗掉啊 那你没有被洗掉 后面这两根掌庭 你才赚得到 你才赚得到 那如果你是听我公开了 才去追的 你会怕嘛 你会怕嘛 那你怕了你就会被洗掉 那后面这两根掌庭 昨天跟今天掌庭 跟你就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是你如果是跟着我 第一档布局第一档卡位的 昨天应该说前天 他从大涨变跌停 你也不用担心啊 你也不用担心啊 那今天这两根掌庭 就是你的 你只好跟 你跟着我操作的话 今天 昨天跟今天这两根掌庭 就是你的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所以你有没有第一档买 你有没有第一时间进场买 非常重要 好不好 所以隐藏机器人 你不要等他喷了 我公开了 你才想要追 跟着我 跟着我在还没有喷之前 持续买 继续买 今天 今天一样再照买 今天一样照买 你跟着我 买在第一档 成本低 喷出去 简单大获利 好不好 简单大获利 所以现在 一档我们就是要赚20% 10到20% 5档就赚50到100% 一样翻倍赚 有兴趣朋友 打电话 或者在我的LINE群组里面 留下大名跟联络资料 我会请助理跟你联络说明 OK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告端落 祝大家超顺利 明天见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杀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